祖先意识 这个祖先呢 我们说内才是怎么了 你理念 我们前上个 上一个班的孩子 我讲到了 这个传承 我今天稍微介绍一下 什么叫祖先意识 祖先意识 是不是就是你的爷爷奶奶 你自己的 张姓的祖先呢 这个还不算祖先意识 是你对所有 古圣先贤 古老智慧 对源头的一个尊敬 一个探索 一个连接 其中包括 理性的 张姓的 所有的 这是一个象征 因为通过这样一个阉阳 可以唤醒我们自己 血液里边 那一个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 我上次谈到 很多的障碍 身体的 财务的 婚姻的很多障碍 除了我们生下来以后 胎教了 父亲母亲的某一件事情了 事件某件事情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没有被重视 就是我们和我们自己祖先的连接 这个祖先的连接 并不是让你去封水 赶紧去修祖坟 不是指那一个 而是你心里面 那一份 感恩 你感恩 你感恩他们 而且呢 也不让你去叙加谱 赶紧想我爷爷以前做什么官的 我祖父伴爷爷 有没有当过高官 高官后路的人 不是 是你这个意识 所以说我们没有平叛心 没有分别心 也包括在对自己生命的本源 一个充分的肯定 尊重和感恩 这里说生了以后啊 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禅定一下 去想一想 你在哪一个 在这个生命的长领 长额当中 也可能 我记不得 我不要怎么去找 你不用去找 你只要从现在开始 我开始 在地方上我要醒过来 就是我要感恩 我的生生世世 养育我的父亲母亲 因为你这一世姓张 可能你前辈的不姓张 这一世 是你这个人是你的母亲 可能前一世另外的人是你的母亲 生生世世成为你父母亲的人 虽然这个东西可能你还说我没有见证到我不知道我前日的妈妈是谁 但是不要紧你只是对所有生生世 只有这样一个能量发出去 对所有生生世世养育你的父亲母亲爷奶奶做感恩 这个连接很重要 说这是内采 我们谈到服藏 我跟大家讲过说 我的曾外祖父 他是青藏高原宁玛巴那边的一位服藏师 那么他当时在那个地方提取了许多的服藏 其中有气服藏 与服藏和义服藏 这个服藏不是说只有服藏师可以能够提取 每个人在你们生命里面都有服藏 而这个服藏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就是很简单 就是彻彻底底的没有自卑感 彻彻底底底的没有评判 彻彻底底让你本性中的尊严当价做主 那叫本尊 而这个内采 它 你不要爬上去放头脑里去 这样的话 你的vibration 这个感恩的能量 它才能振动 它会用它的方式在多维空间里面 它会流淌 在流淌的过程当中 就把一些冰给化了 就把一些障碍给化了 我知道 这样一个建议或者学习方法 对很多小孩 你会 是不是这个孝顺 你会直指落到一个孝顺里面 而真正的孝顺是什么呢 我们说孝有三种 小孝之人养父母之身 忠孝之人养父母之情 因为小孝的人 我花钱 给父母亲老人家买营养品 要钱就给钱 没钱呢 也要自己省得点 要给父母亲 让父母亲在物质上 有一些满足感 忠孝之人呢 不再如此 可能还从感情感上 问寒问暖 体贴照顾啊 会逗着父母亲 从情感上 有满足感 那么这都不是一个最终的 那么真正的大孝之人是 是欲父母之智 智慧的智 所以这三种孝顺 哪一种能够惊天地 吸鬼神 哪一种能够把那个内才 列祖列宗 你生生世世 你曾经姓国章 你又姓李 你又姓王 你都转一个圈 你怎么知道 你在哪一个环节上 有松动 你没有连接好 那么只凭小孝 这个振动 不够 中孝养父母之情 也似乎 匮乏 那么只有大孝之人 当然你可以同时做三种 我既养父母的智慧了 什么智慧呢 给父母亲讲一些 你学到的东西 心灵成长 不要说他们都老了 听不进去 讲了也白讲 他们还反对我呢 他们特别都在反对我这样 这样确实是 你的心里面很困惑 但是 当你每一次禅定的时候 你每一次chanting的时候 你把你的爱给它发送过去 发送过去 或者我们这回向给它 回向给它 你是能够做到的 所以只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格局的效 才能够产生较强的振动能量 才能够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 把那个内采 我们说承接传承 精神财富 物质财富 色分薄二 心物一体 如果一个修行的 到一定时候的人 他不能够彰显他 他物质上的 无忧无虑的话 这个修行还是有 有潜能的 说明你还没有 究竟圆满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 这几种财 敬财 善财 福财 内财 我们讲的一个 法财 礼地 大概 这个财 就大概包括 这几种 还有像福财里面 包括 所谓的外财 外财呢 这个福财也包括一些 有这个 成购的东西 什么成购的 比如说贪污 从盗窃来的 这个投机算计别人 从别人那里骗来的 这一些 它都属于这个福财 这个福财有压力 它有这个业力 因为它不是不真实 不真实 当人在想到这样的福财的时候 他心里绝对不是一个安宁状态 他心里边绝对不是一个舒畅的 所以呢 他不是正受 他不是正受 那么 敬财 善财 和内财 他的绝受是正的 他是正受 而人 在一个正受的状态里 去 这个 享有 这个物质上的一些丰盛的话 这个是被祝福 被允许的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出来 你说我想 现在我觉得我很浅虚 那么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想要的 和你需要的 你想要的 和你需要的 一个是需要 一个是想要 你怎么知道 你的想要当中 想要的 并不是你需要的 是不是这样子 你想要的 未必是你需要的 把这句话去 来思考一下 有多少我们想要的 而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你想的太多 想要的太多的话 而你实际生命中 已经够了 我已经够了 我就一百块钱 我就够了 可是我看到别人 有一万块钱 我就还想 不行 那个时候会找到什么 会造成一个戏剧性效果 会在头脑开始演戏了 你的需要 是你这个自身 你的身心灵方面 它的一个合理的 一个公平的 它的一个需要 而你想要里面 就会有一些贪 幻想 攀比 自卑 那么它就会 一系列的这个戏剧就开始了 就开始 这个戏剧 有没有离戏瑜伽 头脑要做 离戏瑜伽 这个戏从这里开始 从它开始了 因为你的想要和需要 你那么不明白 也可能你很明白 但是你不想 安住在你的需要里面 我够了 我很舒服 而这种说 我够了 我很舒服 这种人 这种心态 是真正的富贵之人 我们说 浪漫开悟 富贵成佛 跟数字没有关系 是里面的心态 那个小女孩 在做一分钱 那一桶金的时候 她心里清静无人 她做了告证夫人 回来以后 她负担重了 所以在想要需要当中 你能否 安然于自己的需要当中 然后随缘 用你的 这个智慧 用你的这种和 各种高能量的连接 使她的内财 或者是精彩 善财 更好地服务于自己 服务于社会 这也是被祝福的 说我自己什么都需要 我自己什么都不需要 但是呢 别的人有需要 我能不能为了帮助她 来满足她的需要 这是被祝福的 因为你已经开始 已经进入到一个 爱的行动里面 去帮助别人